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可笑的南奇人 南奇坐落在秦属的山谷之中 那里的水很甜,却质地不好 凡是喝了这种水的人,就要生粗脖病 所以,那里的居民没有一个不是粗脖子的 看见外地人来到这儿 就有一群小孩和妇女围着观看 而且激笑来人说 奇怪呀,那人的脖子枯瘦如柴,跟我们不一样 外地人说 你们脖子上突出肥大的东西是一种粗脖病呀 不去寻求好药根治你们的病 反而认为我的脖子细长干枯 笑他的人说 我们村里的人都这样,哪里用得着治呢 他们始终不知道自己是丑陋的 南奇人的可悲可笑 在于他们的孤陋寡闻少见多怪 其根源是南奇的闭塞 他们只有走出大山 看到外面的世界 才会改变自己的无知 对 对 对 感谢观看